阮月、阮旅、阮慧三兄弟他們原本姓胡 和胡姓皇帝胡姬毛同宗 後來三兄弟之所以改姓阮 除了阮姓是他們親媽的姓氏之外 更重要的是當時南部的統治者也姓阮 改姓可以爭取民心 1771年三兄弟正式在西山縣起義 由於越南南部很多人早就已經佈滿南方阮氏的統治了 因此紛紛的響意和加入了西山起義 令三兄弟的勢力壯大得非常快 他們在南方大敗阮家政權 舊阮的宗氏多被殺害 但是有個讓阮服印的阮家後人給跑掉了 先記住這個人 南方差不多搞定之後 阮慧就出兵北上 很快他就擊敗了北方政勢 這時候的越南還有一個名義上的朝廷後離朝 阮慧攻克都城升隆之後 還進進了當時的後離朝君主 但是很遺憾 在三兄弟行事一片大好的時候 很快他們就翻臉開始內訌 1787年三兄弟各自佔去了一片領地 不久之後 阮慧阮月之間就爆發了衝突 原因是阮慧北上罰政的時候是他自己的主意 阮月都不知道 等阮慧拿下了政家之後 阮月怕阮慧自立就急忙北上 與梨慧和阮慧一同會面 等承認了離世對北河的統治權之後 阮慧阮月才率軍一同南返 在討伐北方政家的戰爭當中 政家的財寶全部都被阮慧佔有 阮月上阮慧索取的時候 阮慧拒絕了 而阮慧希望得到廣南的地方 阮月也拒絕了 雙方分贓不均無法達成共識 種種的事情使得兄弟間開始產生了嫌隙 而且阮月漸漸變的荒淫暴虐 甚至他還煎惡了阮慧的妻妾 這怎麽能忍 於是兄弟二人就反目成仇 阮慧發布席文 列舉了阮月的罪狀 並發兵攻打阮月 阮慧還用大炮轟阮月的大本音 阮月打不過 跑上了城樓對阮慧說 皮鍋煮肉地心和人 意思就是說你怎麽忍心骨肉相殘 阮慧聽了這話之後大哭 雙方之後才講和罷兵 不過這壹次的內訓 致使了整個西山朝的元氣大傷 之後後離朝的末代君主黎維奇 企圖要恢復離朝的權威 他求助清朝 但是阮慧打敗了清朝的干涉 黎維奇流亡中國 最後病死在了北京 阮慧雖然大勝清軍 但是他對清朝還非常的顧慮 於是就出使清朝求和 清朝這邊封阮慧為安南國王 承認了他的地位 阮慧是壹個非常有野心的人 根據壹些史料的記載 阮慧曾經還有意要入侵清朝 特別是他對梁廣非常有想法 為此他還資助了壹些反清的組織 比如說天地會 曾經他還計劃要入侵廣州 不過後來因為他生病了 才被迫打消了清清的念頭 1792年的時候 阮慧去世了 他的兒子阮光轉繼位 還記不記得前面提到的 以前南方舊阮有個後人阮福印 在三兄弟攻打舊阮的時候給跑了 後來他壹直和西山軍對抗 還向仙羅求救 不過仙羅援軍當時也被阮慧給打敗了 之後阮福印就躲在了仙羅 在外國人的幫助下發展了壹批自己的勢力 阮慧死後 阮月帶人前來吊唸 卻為阮光轉阻攔 趁著這個時候 阮福印旋力的攻擊阮月 阮月兵敗如山倒 被迫向阮光轉求救 阮光轉派兵救援 但是阮光轉的援軍雖然擊敗了救阮 卻連著阮月的地盤也壹起兼兵了 使得阮月憂憤而死 看似重新統壹的西山朝其實並不強大 這個朝廷的內政非常的差 後來西山朝再壹次內亂 將領相互猜忌殘殺 阮福印趁機北伐 西山朝離心離德節節敗退 1802年 阮福印攻克了神龍俘獲了阮光轉 西山政權滅亡 而越南也進入最後的壹個封建王朝阮朝 因為當年舊阮是被西山朝推翻的 所以阮福印稱帝之後 對西山的阮家開始瘋狂的報復 西山阮家的後代全部都被通緝殺害 阮月和阮慧也被開關毀屍 有關西山的所有遺跡都被全部下令銷毀 好了今天先說到這裏下次見 壓迫 右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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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衛